史蒂夫·乔布斯传 艾萨克森作品 乔布斯唯一授权传记 为你讲述苹果帝国缔造者赞誉和争议交织 弥漫着温情和硝烟的一生 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 补林峰博奖 第30章 数字中书 从iTunes到iPad 连点呈现 每年乔布斯都会带着他最有价值的员工进行一次百节外出集司会 这100名员工的挑选原则很简单 如果你只能带上100人跳上救生船去开创下一家公司 你会带上谁 在每一次秘密会议结束时 乔布斯会站在一块白板前 他非常喜欢白板 因为白板能让他完全掌控现场 而且方便讨论要点 问大家 我们下一步应该做的十件事情是什么 人们会互相争论 让自己的建议能被采纳 乔布斯会把这些建议写下来 然后再删掉那些他认为愚蠢的 几轮辩论下来 整个小组将最终确定前十大最应该做的事 乔布斯会把最后七件全部划掉 然后宣布 我们只能做前三件 到2001年 苹果已经为自身的计算机产品做了不少创新 现在是非同反响的时候了 那一年 乔布斯白板上的下一步做什么 清单中又多了一些新的可能性 那时候 数字领域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互联网泡沫破灭了 纳斯达克指数也比最高时下降了超过50% 只有三家科技公司在2001年1月的超级晚大赛中上了广告 而上一年这个数字是17 与此同时 通货紧缩也更加严重 自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创立苹果公司以来的这25年中 个人计算机成为了数字革命中的核心产品 但是现在 专家预测它的核心地位即将结束 华尔街日报的沃尔特·莫斯伯格写道 计算机已经衰变成了无聊的东西 杰威的CEO杰夫·维特·泽恩宣称 我们已经明确地要改变个人计算机作为核心产品的局面 就在这个时候 乔布斯宣布了一项新的重大战略 这不仅将改变苹果 也将影响到整个技术产业 个人计算机不会成为边缘化的附线产品 而将成为一个数字中枢 整合各种数字设备 包括音乐播放器 录像机以及相机 你可以用计算机连接并同步所有这些设备 它也可以管理你的音乐 图片 视频 信息 以及乔布斯称为数字生活方式中包含的方方面面 苹果公司将不再仅仅是一家计算机公司 事实上 计算机这个词也将从苹果计算机公司的名称中剥离 麦克吉将得到重生 至少在下一个十年中成为各种新潮数字产品的中心 包括iPad iPhone和iPad 乔布斯年近三十岁时曾做过一个关于唱片的比喻 他一直在思考为何人在三十多岁后就会变得思维僵化 缺乏创新意识 他说 人们被卡在这些固有的形式中 就像唱片中某一段固定的凹槽 他们永远无法摆脱出来 当然 有些人天生就有强烈的好奇心 永远有一颗孩子般的心 可惜这样的人太稀少了 45岁时 乔布斯准备从他的凹槽中跳出来 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 为什么他能比其他任何人更清楚地预见到未来的数字革命 并全身心投入这一潮流之中 一直以来 他都站在人性和科技的交叉点上 他热爱音乐 图片和视频 他也热爱计算机 数字中枢的本质就是把我们对创意艺术的欣赏 和伟大的工程技术结合起来 乔布斯在很多次产品介绍的最后 都会展示一个简单的页面 上面有一个路标 标示着人文和科技的十字路口 他正处在这个位置 而且也是基于此 他才先任一步 有了对数字中枢的设想 因为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所以他要求把产品的所有部分都整合在一起 从硬件到软件 从内容到营销 在台式计算机领域 这一策略并未胜过微软IBM模式 一家公司的硬件可以向另外一家的软件开放 反之亦然 但如果计算机成为数字中枢 对于苹果这样一个整合了计算机 数字设备和软件的公司来说 乔布斯的策略绝对是一个优势 这将意味着移动设备中的内容 可以和计算机无缝连接受其控制 他对简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追求 2001年以前 就有人发明了便携式音乐播放器 视频编辑软件 和其他各类数字时尚产品 但是他们都过于复杂 他们的用户界面甚至比你的录像机更令人困惑 更无法与iPad和iTunes相提并论 孤注一掷是他最喜欢的词之一 他也愿意把这个词用在他的新构想上 互联网泡沫的破裂 导致其他科技公司减少了对新产品的投入 他回忆说 当所有人都在削减开支的时候 我们反而决定要在情况低迷时继续投资 我们主要会投资在研发上面 发明出一些新东西 一旦低潮期过去 我们就已经领先于竞争对手了 这种投入造就了苹果公司持续创新 最辉煌的十年 火线 乔布斯关于计算机将成为数字中枢这个设想 要追溯到苹果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发的火线技术 火线是一条高速的串口 能够将数字文件 比如视频 从一台设备快速转移到另一台设备 日本的摄像机制造商采用了这一技术 之后乔布斯决定把火线用在1999年10月上市的新版iMac上 他开始预见到火线将成为苹果系统的一部分 用来把视频文件从摄像机中转移到计算机上 然后再进行编辑和发布 为了让这一功能得以实现 iMac需要有一款出色的视频编辑软件 为此乔布斯决定去Adobe公司找他的老朋友 Adobe是一家出品数字图像软件的公司 乔布斯请他们制作一款适用于新的Mac版本的Adobe Premiere软件 当时这一软件在Windows系统中很流行 可是Adobe公司高层断然拒绝了他 这让乔布斯备受打击 他们说Mac的用户太少 要单独为他做一个软件不太划算 乔布斯愤怒了 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 他后来跟我说 我让Adobe出了名 他们却这样对待我 Adobe随后又拒绝为Mac OS X系统定制其他的流行软件 比如Photoshop 即使Mac电脑在使用这类软件的设计师和创意人士中非常受欢迎 整个局面更加糟糕了 乔布斯永远都不会原谅Adobe 十年后他向Adobe发起了一场公开的战争 不允许Adobe Flash在iPad上面运行 他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教训 而这更坚定了他的决心 要对一个系统中的所有关键元素实施端到端的控制 他说 当1999年Adobe背叛了我们的时候 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在我们所涉足的任何领域 必须要同时控制硬件和软件 否则我们迟早要受制于人 所以 从1999年开始 苹果为Mac操作系统制作应用软件 目标用户就定位在横跨艺术和科技交汇处的人群 这些软件包括数字视频编辑软件 FinoCut Pro 为入门级用户开发的MOV 制作视频或音乐光碟的IDVD 和Adobe竞争的照片编辑软件iPhoto 用于音乐制作和混音的工具 车库乐队 管理歌曲的iTunes 以及购买歌曲的iTunes商店 数字中枢的创意很快清晰起来 乔布斯说 我是通过摄像机才理解到这一点的 使用MOV软件 能让你的摄像机价值增加十倍 你不用再花几百个小时坐在那里看原片 而是在你的计算机上进行编辑 制作漂亮的弹入弹出效果 添加背景音乐 把你的名字加在片尾字幕中 也过一把当制片人的影 它激发了人们的创意 让人们表达自己 制作出一些富有情感的作品 在那一刻 我觉得个人计算机正在演变成另一种东西 乔布斯还有一个想法 如果计算机成为一个中心 还可以使便携式设备变得更简单 这些数字设备中的很多功能 比如编辑视频或图片 都不太好用 因为屏幕太小了 很不适合功能太多的菜单 计算机就可以简单地解决这些问题 而且乔布斯还观察到 如果将设备计算机 软件应用程序 火线整合到一起 就能让这些功能发挥得更好 他回忆道 我更加相信端到端一体化的解决方案是正确的 这个方案的绝妙之处在于 苹果是唯一一家提供这种整合方案的公司 微软做软件 戴尔和康百做硬件 索尼生产数字设备 Adobe开发应用程序 但是只有苹果把这些整合到了一起 乔布斯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说 我们是唯一一家掌握硬件软件操作系统全部设备的公司 我们能够为用户体验负全部的责任 我们能做到其他公司做不到的事情 苹果在数字中枢战略中的第一个突破是对视频的整合 你可以用火线把视频传到苹果电脑上 然后通过MV编辑成一个作品 然后呢 你还可以把作品刻录进一些DVD里 这样你和你的朋友就能在电视上欣赏 他说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光区制造商进行合作 以给用户生产出能刻录DVD的光区 我们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公司 和往常一样 乔布斯格外关注为用户制造出尽可能简单的产品 这也是成功的关键 麦克艾万杰利斯特曾在苹果负责软件设计 他回忆起当初为乔布斯展示早期版本的用户界面时的情景 在看了一些界面截屏图之后 乔布斯跳起来 抓起一支记号笔 在白板上画了一个简单的长方形 他说 这是新的应用程序 他有一个窗口 你把视频拖拽进这个窗口 然后按下克鲁按钮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 艾万杰利斯特目瞪口呆 然而这一想法却为IDVD的简辩功能奠定了基础 乔布斯甚至还帮助设计了克鲁按钮的图标 乔布斯意识到 数码照相也是一个即将爆发的领域 所以苹果也开发了一些让计算机成为照片中心的方法 但是至少在第一年里 他错过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当时惠普和其他一些公司 正在制造克鲁音乐CD的光区 但是乔布斯意气用事坚持让苹果专注于视频而不是音乐 另外乔布斯还坚持让iMac装配一种更高雅的吸入式光盘插槽 而不是传统的托盘式光需 这就意味着iMac错过了配备第一代克鲁光区的机会 因为当时只有托盘式光区才能具备这种功能 他回忆道 我们错过了这班船 所以我们需要迎头赶上 一家创新型的公司不仅仅要做到推陈出新 而且要在落后时知道如何迎头追上 iTunes 不久乔布斯就意识到音乐将是一笔大生意 2000年时 人们正热衷于把音乐从CD拷贝到计算机上 或者从文件分享服务商那里 比如Namstar下载音乐 然后把自己挑选的音乐 克鲁金空白CD 那一年美国的空白CD销量达到3.2亿张 而美国总人口也只不过2.81亿人 这说明有一些人非常喜欢克鲁CD 但是苹果却无法满足这一人群的需求 乔布斯告诉财富杂志 我就像一个笨蛋 我知道我们错过了 我们必须要努力追上去 乔布斯在iMac上加了一个CD克鲁光区 但这还不够 他的目标是把这一过程变得更简单 从CD上传输音乐到计算机 用计算机管理音乐 然后刻录 其他公司已经在制作一些音乐管理软件了 但这些软件既笨拙又复杂 乔布斯有一个特尝试 一眼就能看出市场上充斥着二流产品 他看了市面上所有音乐应用程序 包括Rail Jockbox Windows Media Player 以及惠普推出的和克鲁光区配套的一款软件 然后得出了结论 他们都太复杂了 即使是天才 也只能搞明白其中一半的功能 这时比尔金凯德出现了 他之前是苹果公司的一名软件工程师 有一天 他一边驱车前往加州的威洛斯赛道 准备开着他的福特跑车在赛道上驰骋 一边听着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节目 虽然有点不搭调 他听到一条新闻在介绍一种叫做 Rail的便携式音乐播放器 能够播放一种叫MP3的数字音乐格式 当他听到播音员的一句话时 突然兴奋起来 但是别激动 苹果迷们 因为Rail和苹果电脑不兼容 金凯德自言自语道 哈哈 这个我可以做到 为了给苹果电脑写Rail的管理程序 金凯德叫来了他的两个朋友 杰夫·罗宾和戴夫·海勒 他们之前也是苹果公司的软件工程师 三人制作的软件叫做Sound Gym 给苹果电脑用户提供一个 专为Rail设置的界面 一个用来管理计算机上音乐的点唱机 而且在播放音乐时 屏幕上还可以显示那种迷幻的滤动 2000年7月 当乔布斯催促他的团队 做出音乐管理软件时 苹果公司果断出手 买下了Sound Gym 还把三个发明人带回了苹果公司 他们三个人一直留在苹果公司 罗宾在接下来的十年里 继续管理音乐软件开发团队 乔布斯认为他非常有价值 所以有一次当时代杂志的记者 想要采访罗宾时 乔布斯的条件是 不要公开他的姓氏 乔布斯亲自上阵 和他们三人合作 把Sound Gym变成了苹果产品 但它的功能太多 导致屏幕显示也很复杂 乔布斯要求他们必须把软件 改得更加简单有趣 之前的界面是 用户可以按照歌手 歌曲名或是专辑名进行搜索 但是乔布斯坚持把它改成了 一个简单的输入框 你可以直接输入任何 你想搜索的信息 从MV开始 团队把这个系列的软件界面 改成了统一的 拉丝金属风格的外框 并给音乐软件取了个名字 iTunes 作为数字中枢战略的一部分 乔布斯在2001年1月的 麦克沃特大会上发布了iTunes 他宣布 所有苹果电脑用户 都可以免费使用该软件 和iTunes一起加入音乐革命吧 它可以把你的音乐设备的价值 增加10倍 它的结束语引发了热烈掌声 随后iTunes的广告语也出来了 巴哥混质科路 就在那天下午 乔布斯和纽约时报的约翰 马尔科夫碰巧见了面 采访进行得很不顺利 但是最后乔布斯坐在他的 麦克电脑前展示iTunes 他让我想起了我的年轻时代 当屏幕上出现了迷幻风格的屏报时 他这样说道 这样他想起了曾经服用迷幻药的时候 乔布斯对马尔科夫说 服用迷幻药是他这辈子做过的两三件最重要的事之一 没有这种经历的人 永远也不可能完全理解他 感谢观看